在1982年的两翼战争当中 伊朗派出了F-14战斗机 斜挂布什尿导弹 与伊拉克的米格25战斗机 进行的格斗 在一次格斗当中 伊朗的F-14战斗机 发射布什尿导弹 一举击落了 具有空战之王的米格25战斗机 之后在1983年初 伊朗又用F-14战斗机 发射布什尿导弹 击落了两架 伊拉克的米格25战斗机 布什尿导弹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又一次披挂上阵 这一次 布什尿导弹是改进型号AIM-54C 布什尿导弹 与其他导弹兄弟一起 击毁了伊拉克39架战斗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空对空导弹的研制 力求体现现代科学技术 在军事上的运用水平 和现代空战 对空战武器的要求 从近期的几次局部战争 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空战中可以看出 空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 空战战术在不断演变 参战飞机和武器系统的性能 在不断改进和提高 因此 不具备在复杂背景下作战的空对空导弹 以难适应现代空战的需要 这是法国于20世纪90年代 研制的导弹米卡空空导弹 它是一种中距拦截 与近距格斗坚固的 可换头式的空空导弹 它有主动雷达和红外成像两种导引头 即魔术导弹和超530导弹的性能于一身 可用于执行各种攻击任务 米卡是一种真正的发射后不管的导弹 可使尖机机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可以在中空或高空拦截飞机 或者在低空拦截导弹 载机可不做大机动 就可以发射导弹 作战灵活维护简单 法国米卡空空导弹的 是以超音速飞行 有效射程达到了60千斤米 是欧洲最新进的超视距空空导弹之一 它采用了推敌实量控制技术和双层的导引头 在导弹的飞行末端 它主要是采用了双红外线和主动雷达制导 因此它扩大了它的收走范围 利于普通目标 尤其是引读了双屏系统以后 其探测目标的清晰度更好 抗钢脑脑力更强 具有了发射后不用管的能力 尼卡空空导弹的最大特点就是兼顾进程和中程作战 它的导引头可以互换 也就是进程的时候主要采用红外末制导 而中程的时候主要采用主动雷达末制导 因此该型号的导弹也叫做双射程的导弹